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三人篮球赛总决赛 除此之外 还有甲组足球明星选举 亚洲足协杯分组赛 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澳门体育代表团辞行 射击年终冠军赛等等 属于本澳的一项国际体坛胜市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 今年踏入第70届 慧龙众骑士将会横跨两星期 一共六个比赛日 上演11项正赛赛事和 包括国际气联三级方程式世界杯回归 还有GT世界杯 格兰披治电单车赛等等 而深受澳门车迷欢迎的莫特拉 侯夫 路达等等都会再临豪江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来到第70届 亦都是疫情复尝之后的首届赛事 为了隆重歧视 今届横跨两个星期 一共六个比赛日 上演11项正赛比赛 第一个星期11月11日至12日会有五场比赛 分别是澳门四级方程式大赛 TCR亚洲挑战赛 澳门路车挑战赛 大湾区GT杯GT3及GT4的赛事 而第二个星期就是重头戏 51月16日至19日会上演多项的焦点比赛 包括停办三年的国际气联三级方程式世界杯将会回归 还有国际气联GT世界杯 第55届格兰披治电单车赛 澳门东望洋大赛世界巡回赛澳门站 澳门房车杯 和大赛车70周年挑战赛 疫情过后 世界各地的车手都能够来到澳门参赛 包括深受澳门车迷欢迎的莫特勒 马赛路 眼膏 喉夫 黑耳门 和路达等等都会再临豪肝 在东望洋赛中争夺树 11月我相信是一个全城的大赛车月 在整个月份里面来说 我们除了赛事本身之外 我们都特别做更加多的周边活动 今年的两点可以说是两星期的赛事 还有大赛车经过多年的大家共同努力 看得到也都好越来越多的企业 或者一些品牌等等去支持我们的大赛车 在赛事方面可以这么说 过去的一些世界杯级别的赛事 重回澳门 我们有信心 今年大赛车在无论参赛车队 旅客 所有车迷 都会很受欢迎 大家一个非常难忘的一届赛事 沛永泉又说 今年有250名车手参与 其中40名是本地车手 最后两天的赛事 门票已经售失超过80% 相信今年的入座率会非常理想 在今年年初开始其实组委会方面 我们都收到一些很多海外的朋友 有欧洲有亚洲不同的国家等等 都透过电邮向我们查询 甚至乎为订票等等 所以看得出大家都很期待70届大赛车的来到 直至目前为止 一个去到18、19号的门票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超过了八成 卖出了超过八成 我相信 照着这个趋势来说 今年那个入座率 也都是非常理想 相信透过大赛车去推广澳门 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品牌活动 为了带动赛车氛围 组委会在这个星期 也会举办多项的周边活动 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 一连两日在塔石广场 举行大赛车亲自嘉莲华 现场将会无意成为 东望洋跑道和迷你赛车场 除此之外 在11月5日星期日早上 还有东望洋跑道欢乐跑 活动早前接受报名反映烈 4000个名额已经全部报满了 而在11月10日至12日 在塔石广场还有车展活动 期望为市民和旅客 一同感受大赛车的次热气氛 而为了祈求赛事顺利举行 澳门加南披置大赛车组织委员会 在赛车中心进行祈福仪式 出席的嘉宾包括社会文化思思像欧若元 旅游国局长文以华 体育局长潘永泉等等 为期一周的杭州第四届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圆满落望 澳门今届19名运动员 分别各组6个大汗 虽然未能够突破上届成织 但运动员的表现都不错 吴冰冰球代表余彩虹 连续三届都能够站上颁奖台 他在类子单打C7级收获同牌 是澳门在今届唯一一面奖牌 杭州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澳门今届派出10名运动员出战冰冰球 但类子单打C7级 余彩虹在分组赛收获一胜一负 以小组最佳第二名入八强 对黑杀黑的奥林巴耶娃 首局凋视险胜12比10 余彩虹在紧接一局 比对手以11比5摊平局数 来到第三局 余彩虹初段虽然落后2比5 但及时调整之下 连落9分反胜11比5 局数领先2比1 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比7再下一成 结果余彩虹局数3比1 击败奥林巴耶娃 继身四强 由于不切同牌战 余彩虹亦都锁定一面奖牌 在四强余彩虹就对着着红衣国家队的黄裔 首局余彩虹先输5比11 第三次出战亚残运的余彩虹 对上两届一共收获一银两铜 今次期望能够站上颁奖台最高一级 不过第二局仍处于下风 再输一局5比11 第三局余彩虹开局都是不理想 连失6分 最终都未能够收复失地 输4比11 直落三局不敌黄裔 由于不切贵军战 余彩虹亦是继续上一届之后 再是单打得到铜牌 很开心 很激动 我获奖了 证实我的努力和坚持没有白费 我会继续努力 希望争取更好成绩 希望争取更好成绩 来洪洲亚运之前 亦都知道这个比赛所有运动员的技术 选择都提升了不少 除了不使用所有运动员的努力之外 运气都很大力 希望他得到这个奖牌之后 更加努力 美麗的铜牌 亦都是澳门代表团在今届亚禅的首面奖牌 田径方面 澳门就有照考利出战 累自跳远T20级决赛 这位16岁小章早前在法国举行的 国际智障人士体育联盟全球赛 跳出个人最好成绩 4.27 来到杭州表现也是不错的 六跳里面有四跳成绩有效 其中第五跳就做出4.04 结果总成绩排名第六 轮椅剑击方面 澳门就只是派出刘燕宜出战 她今届参加花剑和配剑A级赛事 不是类自个人配剑A级 刘燕宜在16场就以15比4 击败了泰国剑首晋级 来到8强 刘燕宜继早前在花剑A级8强 输给国家队的周瑞鳳之后 两人再在配剑8强碰头 经过积极对抗 刘燕宜始终无法破解周瑞鳳的攻势 结果输7比15在8强出道 至于游泳方面 有陈寓家、蔡子豪和女将王子恩 在最后两个比赛日 陈寓家分别出战S14级男子100米蝶泳 和200米个人混合泳 都在预赛止步未能制身决赛 而王子恩就是女子100米蛙泳 SB8级预赛名列11无缘晋级 类子50米蝶泳S7级 王子恩就是决赛游出58秒64 以第四名完成 杭州第四届亚洲残制人运动会 一共有22个大汉 产生564面金牌 为期一个星期的赛事 已经圆满结束 闭幕式的地点和开幕式一样 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 闭幕式上的演员都是以残障人士为主 一共有213名残障人士参与 在授予老师的帮助下 进行一连串的文艺表演 接下来是各支体育代表团进场 澳门就凭乒乓球代表余彩虹收获铜牌 拿到澳门是今届唯一一面的奖牌 国家队的游泳女运动员 蔣玉燕就担任闭幕式的慈其手 她今届一共拿到七金一桶 是杭州亚产运会获得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 国家队今届就拿到214金 167银 140铜 总共521面奖牌 来到维莫式的尾声 进行交接会期仪式 日本外资院指示大川秀章 明古屋市副市长钟田英雄接过旗次 代表着2026年亚产运会正式由明古屋接手 也随着主火具聖火昇灭 象征着为期一个星期的杭州亚产运会圆满 澳门的徐队人员、教练和运动员 也回到澳门 套牌局局长潘永泉 澳门残疾人、奥委会、理事会主席 菲林地也有去到机场迎接 澳门今届派出34人的代表团 其中19名的运动员 分别各组6个项目 包括田径、游泳、冰冰球、硬地滚球、 渡牧州和轮椅劍 冰阴球代表余彩虹 连续三届亚产运都得到奖牌 今届就是両打C7级再到一面的铜牌 亦到凭着这一面的铜牌 澳门体育代表团在奖牌榜 和另外5个国家并列第28位 大湾区三人蓝球赛澳门站部分比赛和总决赛 安排在大三巴牌坊前地进行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停下来看比赛 一年四日的总决赛已经决出冠军 其中常周队伍击败战狼联奪得男子做总冠军 而女子做錦标就由战狼联拿到 先看看澳门站的赛事 自白强开始就安排在大三巴牌坊前地进行 经过一轮的角逐之后 决赛由白衫本地的后备队迎战常周MDMX 后备队阵中的何浩然聂超华和杨谦 是刚代表澳门参加元航州亚运会 他们在12强套泰赛不敌日本出局 吸取大赛经验之后 对竞赛状态是有一定的提升 对着常周MDMX的压制 他们在尾段都有试过扭转形势 杨谦男帝得手贡献6分 三人篮球攻守转换快 体能消耗和对抗性都是关键 常周MDMX在外线频频得手 扩大到6分优势 即使尾段杨谦射入2分 为球队一度收窄到3分的差距 但都未能修复失地 结果后备队以16比20不敌常周MDMX 屈居亚军 虽然比赛在夜晚进行 但都吸引了不少旅客和市民 坐在大三巴牌坊前楼梯看比赛 贵军战方面 培华以18比16惊险激拜华峰会 收获澳门站第三名 今年的大湾区三文蓝球赛 由10月初开始一共有4个分站 包括广州、深圳、横琴和澳门 经过近1个月的角组之后来到总决赛 1年4日在大三巴牌坊前地进行 4个分站前3名直接制身总决赛之外 还设有20个名额自由组队 32支男子队伍分8个小组 争取前2名制身16强 另外还有16支女子队参加 今届澳门队伍佔大约三分之一 又参加者表示本地教小大型三文蓝球比赛 今次能够与外地队伍切初 是累積竞赛经验的好机会 我得罪很多 可以拿很多经验 又可以感受一下很强的队 还有这个大湾区是不同地方过来的 就看到很不同的人 我觉得学生很缺乏那些战斗经验 所以多些比赛的话 大家就没那么紧张 赛事除了推动本地三人蓝球发展之外 在澳门世卫景点下进行比赛 亦都有助于发展体育旅游产业 这么多个比赛日也都吸引了不少的旅客和市民 留在看比赛和感受气氛 这种传统的话 加上现在这种新型的体育运动 把它有机融合在一起 有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差异化 最好大家看一看这个静态的东西 再坐下来看一看动态的东西 其实蛮好的 边休息边娱乐蛮好的 其实是两个钟头就压门了 因为我们总决赛今次分开了 有些分站的前三名可以直入我们总决赛 其他的名额我们是自由在网上报名的 不论是参加我们的赛事 或者是观赏我们的赛事 从而带动到旅游游客来到澳门 之后增加我们的经济效益 比赛期间主办单位也都举行开幕式 体育局局长潘永泉 联同一众嘉宾主持开球礼 完成一连串的小组和淘汰赛之后 男子组决赛就由白衣的常州MDMX 对着战狼联 根据章情 每队由四名球员组成 当中至少有一位持有 越港澳大湾区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而其余球员不限地区 可以见到战狼联上阵的阵容 都是外国球员 韦斯特拿回籃本 之后左攻队友单手入津 战狼联初段的进攻打得比较顺 莫巴薯的欧洲布上南得手 他全场贡献5分之后又是他 为战狼联先到7比2 虽然常州MDMX初段试过大幅落口 但之后凭着外线的手感 一度追之落后1分 比赛最后4分半钟 雙方拉城军势 男帝攻入的韦斯特拿到全队最高8分 而常州MDMX这场策略就是外线取分 战狼联这边完全不同 所有得分都是来自内线 又是韦斯特拿回籃本 之后勾手放蓝 但这段时间 常州MDMX在外线基本是火力全开 全队命中10个2分成为赢球关键 其中陈鼎独取13分 包括最后这球 带领常州MDMX以22比15 击败战狼联奪得总冠军 球的表现 我们所有人打得都非常团结 也没有人贪攻去抢投 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 我们战术就是 他们要是抢打1分我们就给他 然后我们抓转换的机会 然后去投2分球去追分 然后看女子组决赛 白衣的战狼联对白瑞山 战方同样紧臭 上方六道赛成平手 战狼联初段 凭着长思余接连拿分 而白瑞山这边也回应得相当快 一度追之落后1分 虽然是10分钟的比赛 但球证一响少子 那钟就会停 去到比赛尾段 葛芬基本是梅花间足 王俊仙男底得手之后 赛到15平手 去到最后分半钟的时候 两队各自在外线射入两球 赛到20比20 令到现场气氛更加高涨 剩下的时间 哪一队率先拿到分就赢 结果剩下21秒的时候 王俊仙上篮攻入拙杀一球 最终战狼联险胜21比20 收获冠军 因为我们平时在广东打得比较多 这边可能离较近 所以大家在一起的氛围 还有观众都很好 完成比赛之后 大会进行了颁奖儀式 经过近一个月角逐的大湾区三人赛 也圆满落幕 好的 这段时间先休息一会 节目第二步向回来 会有其他的替谈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到节目的第二部分 本年度夹组足球明星选择一共设有八个奖项 其中七项是网上公布的 而被受关注的澳门足球先生就搞搞新意识 今年在颁奖礼上揭调Winnie 是的 由足球总会 元老足球员总会 和体育记者协会投票选出 结果蒙地卡罗前锋迹讯 第二度当选为澳门足球先生 本年度夹组足球明星选择 早前举行颁奖礼 设有八个奖项 其中七项就在颁奖礼前 已经在网上公布 而被受关注的澳门足球先生 就留在今晚揭晓 最后五位候选人就分别是林嘉诚 丁亚高 陈敏 张凯珊 及职讯 这个奖项就由足球总会 澳门元老足球员总会 联同体育记者协会投票选出 结果蒙地卡罗前锋职讯令阿群雄 继上季后第二度当选澳门足球先生 体育局局长潘永泉 足球总会副会长钟郭榮 为他颁发奖座 黎明巴西外援在今季联赛攻入26球 同时成为联赛最佳神射手 协助蒙地卡罗拿到联赛第三名 并且在足球总会首次赢得冠冠 我感到很高兴 莫卡尔的最佳神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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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网上公布的奖项 亦都在典礼上逐一班 其中奔飞加后卫陈敏 首都奪得最佳本地球员 他上季协作奔飞加拿到联赛 和足重杯的牙冠 自己踢的位置上 始終是後衛 接邊後衛 我也很想帶給其他 例如本地球員 即年青球員 各個組別 後衛都可以獲得獎 最佳11人足球明星 就以343的贈式選出 聯賽冠軍奧科周筆記 有6人當選 包括何文輝 杜蘭迪 朗盧 林嘉誠 迪亞高 和艾美達 蒙地卡諾佔三席 包括職信 李政林 和張海珊 其中職信 成為三鳥得主 另外還有奔飞加的菲迪斯 和陳敏 何文輝獲選為最佳守門員 李政林 就連續兩屆當選 最佳23歲以下青年球員 而今季 帶領蒙地卡羅奪得 對市首個甲組足重杯 和聯賽貴軍的譚友申 相隔10年再奪最佳教練 至於最佳球證 就由露比樹拿到 接著看看新一季 夾組七人足球錦標賽的抽籤 由於有部份球隊 未有在限期前報名 因此今屆的夾組七人足球錦標賽 只有10隊參加 10支球隊先分為AB兩線 進行單循環的賽事 足種因應情況修改章程 今屆會採取升三降一的升降班制度 每組前兩名出線再爭冠軍 而小組爆尾兩隊就要踢一場附加賽 來決定降班席位 經過抽籤之後 上年夾組七人挑戰賽冠軍清風 被編入A線 同組有聯賽冠軍奧科周筆記、嘉義、聯絡 和更新弟兄 B線就有足重杯冠軍蒙地卡羅 奔菲加、士波亭、千葉和澳清 比賽時間亦恢復過往形式 上下半場各踢25分鐘的比賽 賽事將會在11月6日晚上8時 在鮑斯高球場正式開籠 揭幕戰會由清風對嘉義 同日另一場都是A組比賽 由聯絡對著更新弟兄 而B組的比賽會在緊接一日展開 頭場有千葉對奔菲加 緊接在晚上9時 就有士波亭對蒙地卡羅 亞洲足協盃分組賽 身處I組的奧科周筆記 再次在主場出京 認知蒙古球隊烏蘭巴托FC 奧科周筆記在主場優勢下 踢得積極格 但都未能得到入球 最終輸0比1 分組賽兩年敗 暫時排在I組的第三 黑衣的奧科周筆記上一場 因為台風關係 在克南史台剛需要改期間 今早就繼續回到主場出擊 對著蒙古的烏蘭巴托FC 奧科周筆記分組賽首戰 在主場一球輸給台中未來 這場就踢得積極 大佔優之下未能夠脫得入球 烏蘭巴托FC在上半場尾段 把握次角球機會 由米積到域亞頭翠波門 領先1比0 換邊後 主隊搶回不少攻勢 不過科周筆記圍攻對手之下 都未能夠修復實地 最終輸0比1 分組賽連輸兩場 賽後和同樣錄得兩年敗的 男士台剛一樣得不到分 大高對手一位 爬在埃祖第三 烏蘭巴托 Warning ber非打開 得比较,得比较比较,得高竹性能 所以我们我们好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增异 。 iter习 carne ahead,所以我们必须要增异 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认为自己的眼睛 要很多需要注意这就要注意 如果我们能够过一周,两周,或者再寻找到得很棒 如果再继续,我们会继续比较成功 是一种老实习的 第一次參加了10个场合作 以后三个球时,我们有6 points 但工作已不成功 在兩星期後 我們再次比賽 這個隊伍有質素 這個隊伍有經驗 但今天我們比賽更好 我的隊伍非常感謝 奧科州筆記將會在11月9日 在下蒙古再對著烏蘭巴托FC 第一屆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 今個星期日在廣西揭幕 澳門代表團早前去到政府總部次行 澳門今屆派出174名運動員出戰 其中校園組佔了90人 會參加5個項目 而公開組84名運動員 就會出戰其中12個大項 首屆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 星期日在廣西拉開序幕 澳門派出174名運動員出戰 其中校園組佔90人 會參加5個項目 而公開組84名運動員 就會出戰其中12個大項 代表團前往政府總部次行 行政長官可一誠勉勞運動員 期望他們能夠拿到好成績 同時亦和全國各地對手建立友誼 作為澳門特區的代表 協助宣傳和推廣澳門 期待代表團 各位運動建議 以最佳的體育精神 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 尊重競賽對手 遵守比賽規則 並領養優良的道德奉上 同時展現出日常的 黑虎訓練後的競賽實力和成果 發揮最佳的水平 創造價值 為澳門爭取榮譽 未來 特區政府將一如既往地支持 學生和青年體育培訓和發展 重視運動員 種子梯隊的培養工作 繼續推動各類型的學生 和青年體育競技的比賽 建構、展現實力的平台 培養更多優秀的學生和青年運動員 在此 希望各位運動員 在競爭的同時 亦與全國各地的對手 建立了友誼 加強彼此之間的文化交流 同時 作為澳門特區的代表 協助宣傳和推國澳門 行政長官賀一誠 向代表團團長龔志明授期 今屆校園組澳門會參加游泳 田徑、羽毛球、武術和演求五個項目 團長龔志明同樣鼓勵 為運動員發揮自身水平 力增加值甲 希望我們的運動員能夠 像他們平時練習一樣 黑虎 和將自己平時鍛鍊到的水平 能夠充分發揮 更重要的是 希望他接觸我們全國不同地區的青年朋友 可以大家建立一個友誼 而武術代表陳子澳 將會參加大學組藍拳藍棍項目 會以杭州亞運會的徒勞應展 當時以第18名完成 陳子澳希望吸取亞運會的經驗之後 會有更好的發揮 上次亞運因為很多不同的國家 都學習到很多不同的技術 最近這個月都開始慢慢彌補自己的不足 希望可以好好享受比賽 將自己最好的一面 可以呈現給觀眾看 我覺得自己已經很滿意 至於田徑中學組代表柯卓盈 今屆主項是女子200米 目標力增接近個人學界時間 27秒45秒 因為這個比賽 可以與全國來自不同地方 和地區的運動員 在同一個運動場上一起比賽 我都會用盡我的全力去比賽 我的目標是將平時訓練上 可以做到的技術和速度 都可以發揮出來 接近我的學界時間 第一屆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 將會在11月5日至15日 在廣西舉行 第六屆亞洲龍獅錦標賽 在馬來西亞新山舉行 澳門代表隊派出武龍、藍獅、北獅 三路人馬 參加8個項目禍斯奇 他們都滿載儀貴 憑著出色的表現 在南北獅競速各贏得一面的金牌 最終代表一共收獲 兩金四銀一銅的佳職 第六屆亞洲龍獅錦標賽 因為疫情延期到今年 在馬來西亞新山舉行 澳門代表隊派出武龍、藍獅、北獅三路人馬 參加8個項目 靠著出色的表現獲得七面獎牌 其中在藍獅競速和北獅競速 各贏得一面金牌 而在武龍自選套路 武龍競速和夜光龍項目 合共獲得四面銀牌 麥年和藍獅自選項目再添一同 代表隊金界一共收獲 兩金四銀一銅的價值 基本上滿意的 因為其實我們最上是三項都可以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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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獄 這次比賽超出了預期 發揮非常好 比平時訓練好很多 出發前我們有些運動員都受傷 都害怕的 去到之後都發揮得很好 對這個比賽很滿意 每個人的運動員都是超常發揮的 因為在我們平時的練習 還有因為我們過去的路程 我們是長達18個小時 才去到當地的 我們到了目的地之後 第二天早上雖然有得去訓練 但是我們可能的時間 或者大家都身身疲累 我們的武龍運動員他們有這樣的成績 我都覺得他們比平時發揮更加超水準 雖然今次只得到三個第二 都差一點 但我相信下一輛一定會拿回來 金委傑還補充 接下來會被佔明年三月舉行的 香港夜光龍省私錦標賽 我希望能夠獲得更好的成績 之後跟大家看看一連兩日的射擊年終冠軍賽 射擊總會今年已經進行了三場的計分賽 連同這個年終冠軍賽合共四場賽事的總分 來決定各個組別的全年總冠軍 麥照店的男女子成年組10米氣手槍 選手需要在一個半鐘內打60伐 畫面見到的張博陽上個月為澳門亞出戰杭州亞運 他就說拿到不少經驗 包括動作的姿勢和體能都比以前有進步 麥今場打出563環 全年四場累計總分為2237環 以56環的優勢力壓謝錫雄 拿到男子成年組全年總冠軍 涉展博就得第三 有很多做得不好的事我今場改善了 但是後半部分發揮就失了水準 但是都比之前打好 還可以 我覺得進步空間還可以再大些 希望我自己明年更加努力 拿到更好的成績 麥女子成年組方面 代表隊的周美琴和周楚倩 今場同樣打出550環 麥全年總成績方面 周楚倩就以三環的semi優勢 擊敗對手收獲總冠軍 心情是放鬆了 又開心了 當然 因為賽前都很緊張 和對手是差3分左右 所以如果每一槍失去 失去每一槍 都很可能會改變到 今次的未來 所以今次的比賽 就學會如何去沉著應戰 麥至於代表隊成員白錦然 在男子25米速射手槍 25米標準手槍 和25米手槍萬家速射 三個項目都贏得全年的總冠軍 這兩天其實狀態是挺驚喜的 因為由杭州回來之後 個人對比賽的專注度和集中度 其實比我想像中提高了很多 今次其實不是自己技術上 有什麼進步 只是對比賽的投入度 真的高了非常多 所以這兩天 就可以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射擊總會 今年所有賽事圓滿結束 明年比賽預計會在3月展開 好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京健群英 除了在星期二晚10點半首播之外 星期三上午10點半 下午3點是澳市澳門 澳門體育和澳門資訊 都會有重播 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 重溫今集內容 提提大家 本台在今個星期會直播 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 敬請留意 今集節目來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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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有關 天